嘿,大家好,今天很开心 有一个朋友,台湾的朋友 他都是姓旅的,跟我同姓 伤口旅 他建议我要拍一下,分享一下我跟我太太在台湾的生活 但他说要拍长一点 但是因为我的国语还是很烂 我怕你们听不懂 都好拍一点点 我最想说的时候就是 我来台湾大概就今年的2月21号来台湾 我一来到台湾就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台湾朋友 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是把我在机场 载我们到防疫旅馆的老为司机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在这里祝福他 他真的很好,有机会再聊更多 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在防疫旅馆就15天吧 但是我们不可以一起住 他在楼下,我在下面 楼下,听不听得懂啊 然后就每一天就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我们用LINE开一个私讯 就在一边吃一边看对方 然后最开心的是台湾的食物真的非常好吃 其实我们在防疫旅馆都是他们都是买那些外面的便当嘛 有一些都放了很久 为什么?因为我们吃东西 所以我跟我太太都是吃午餐跟晚餐 我们不吃早餐了 他给的早餐我们都会在大概是12点 下午12点才吃的嘛 都很好吃了 就大概放了4个多5个多小时的东西都很好吃 后来才发现原来台湾的外带的文化很厉害 他们很懂得怎么弄一些东西可以放比较久 还是很好吃的 哇真的很好吃 每一天好像在一些很新的东西给我们吃 尤其是那个喝的 我们从现在香港不喝甜的东西 然后但是来到台湾喝的真的很好喝 那个光泉啊 午后阳光啊 那个奶茶 非常好喝 然后那些便当都很好吃 那些炸的鸡啊什么都好好吃 每一天都很开心 然后就开始有点胖 但是都很好 因为我们都会做高肠运动 间接 H-I-I-T High Intensive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很短的时间 做很激烈的运动 就把它剪下来 不然就很恐怖 我认为台湾的东西都很好吃 真的会胖 然后就15天真的很快就过 因为我们在香港 我们去年啊 4个月没有往外 都没差 因为我们都很窄的 就是在家中 就一直在家中 所以来台湾就15天在家 在防疫旅馆 小case了 你们说的小case了 很开心的每一天 然后都很感谢那个防疫旅馆 他们做台北的路途plus 他们很棒哦 这个不错 东西好吃 然后他的员工都很贴心 真的如果你们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有需要在外面来台湾要防疫旅馆的 我推荐路途plus 他们很好 感谢他们 不要说太长了 5分多钟了 4分多钟了 感谢你们听我的烂国语 不知你们听得懂多少 我现在在学这个注音 感觉有帮助 帮助 说的长一点 这会越来越烂 然后最好笑的是 好笑的是 笑 笑 笑 就是我的员工 他们都是台湾人的嘛 然后他们跟我说话 说的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的国语会有一点香港音 然后我就求求他们 不要给我影响 他要影响我 让我可以说的比较劳力 比较好的国语 起码最小 你们听得懂了 真的很开心啊 能够来到这里 好 不 谈那么强了 有机会再谈了 拜拜咯 祝你们平安喜乐 最重要 人生最重要是平安 然后喜乐 多年 能够来到这里